第一個還是回到剛才我們講罷工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心理背景嘛 所以我們很容易去想說個案的權利複製 那剛才可能會說就是我們在爭取一個東西 那我們還思考想中想西的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這樣討論的 首先第一個 其實罷工有很多形式 其實罷工你甚至可以分批分歧 因為你的對象其實主要是醫院 或者是讓我們的個案發現到說 OK我今天來沒有心理師 他其實有時候很保證你的心理師 那你想要全部心理師罷工 然後讓個案讓一般民眾發現 其實不是我們對象一直都是醫院 我們想要展現出是一種我們的團結力量 讓人家知道說OK 其實我們心理師可以團結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行動 那這個行動不一定是說 我們家全部都自己罷工 我們可以分批或是分斷 所以這個爭取權益的方法很多種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要提的其實反而是 回到那個半辯論的地方 我覺得半辯論其實永遠是優先於我們的 任何的抗議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我們大家其實沒有好事 我們其實已經搬上第三場了 但我覺得其實我們第三場 我講到今天來說我自己是工作人員 但是其實我們大家討論一直都是很發善的 我必須能說就是我們一個主辦單位 沒有很好的把之前大家講過的話 然後讓現在已經在場人聽到 我們可以在之前討論的東西上面去做一個思考 其實我們每次都是一直在做一個宣傳 讓大家去聽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很難去有個共識出來 那這個共識呢 我們如果沒有共識 就是我們根本就不用談說去談法工 或是談任何的抗議方法 這其實我覺得 並不是說 抗議 辯論是比較無可的 而是辯論是一個優先條件 就是譬如說 我們不然有臨床公會 臨床學會 我們每次派一個人過來 其實根本不能代表學會公會的意見 對 這是必須誠實的 那如果一個未來辯論的形式 那可能就是具體來說 所以第二個公會一定要很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民眾是直接參與的 還有一些是心理師 我必須說我覺得公會 並不是一個很代表性的東西 請大家注意 公是公共的公 這個公基本上所代表的一些 像我如果是我們心理師來講 他是以老師為組成的 以職業教授為組成 他代表是職業理師 那你說實話嗎 其實教授會因為 心理師受到太大的影響嗎 其實並不會 他仍然可以被聘請到精神科去 當教授之類的 所以其實真的受影響是基層的心理師 我們必須分別到說 心理師有基層跟高層的分別 那公會其實代表的是 絕大部分就是老師之間的溝通 那OK你邀請老師來 那基層心理師呢 所以我在這邊要提一個比較 很跳躍性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應該組成是公會 公會是指工人的公 我們如果說真的想要去 兼顧我們自己心理師的意義的話 那我們應該職業的心理師 或是即將成為心理師的各位朋友 要組成一個公共的公 公會 那個公會才有辦法去說 OK我們去做一些老師對抗 去做一些深入的論述 去邀請公會 公共的公 或是醫師公會 精神醫學會 來跟我們做辯論 那個辯論才是有代表性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才能夠 去談更多更多的一些 抗生方法 這是我的想法 對 啊 我們其實也會希望火工會吧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公會的工的話 其實你只夠做的事情其實是很少的 就連那個就連那個叫什麼 欸是遍保還是勞保就不行啊 勞保啦 勞保就不行 我們勞保不能夠在我們的公會 他不是公的公 所以我們連那個基本的那個勞工的權益 其實就沒有了 所以這有很多法律上面困難的地方在 可是我們精神進食的話 其實我覺得沒有不想要做這件事 而且我們好像並沒有做到醫療人員 不能公會的規定吧 我覺得可以再查那些我們也好不在這裡 我們要再把那個搞清楚 我衝一點進行 因為我也一直都在非疫情形式工作 那我今天也是在想說要抽出非疫情形式工作 那我剛剛有提到那個御 御委那邊有提到法官 我突然想到因為只有工會 就工人的工才有罷工人 團體的個人是沒有的 所以理論上這樣子的話 變成我們在心理事實現場或智商上面 在勞資權益的糾紛上面 其實是在很大的略行 因為就沒辦法罷工 老實講的不行 罷工是違法 那除非你透過工會形式去發動才有犯法 所以這是我批評的錯 我還蠻正常跟他正平說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從第一場就一直持續跟下來 然後現在已經到第三場 我也有感覺到我們討論每次討論重點都不太一樣 三場所重點都很不一樣 所以我在想不管是御委或者相關就是幫忙工作的人員 可不可以開始幫忙整理一下一些論點 那我今天為什麼會在PPT上整理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一路跟下來 然後我們討論得這幾個點 其實我覺得光這幾個點就已經夠我們想了 其實也不用再想新的了 因為這幾個點做完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寫出一篇碩士論文 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還有我們 剛才我們也有討論到我們後續 如果真的很不幸法案正通過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層面我們就可以做 一個部分是針對這個法案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在法案中爭取到某些空間 比如說明定他要讀到 或者是某些比較具體的規範的解析 讓他其實通過之後至少呢 可以確保說大學畢業的 出來的心理師們 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服務 我當然啦 我覺得督導人力應該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有督導總比沒督導好 因為像我自己 我現在服務這個國中嘛 我從一堂課才45分鐘 以說我都非常敢 然後有的時候我一堂課讀兩個實際生 所以我也知道那個品質有時候不是太好 但我至少覺得我只有親眼聽到他們報告我的個案 給我聽的時候至少我會比較放心 還有第二個部分是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心理工作者 還有我們相關的人員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預防性的東西 是透過這個 開始在參與心理師法下修的各種辯論 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開始需要看一點 也許是社會學或政治學 或者培養我們的一個思考跟論述的能力 我自己是智商背景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在文組的訓練裡面其實沒有太多這方面的訓練 可是心理師法下修 某程度上它不完全是專業的問題 像是剛才律委他提到的是 我們到底要考慮現在的個案的福祉還是未來個案 其實在某一本很紅的書叫正義一場論變之旅裡面 這是一個倫理思辯 道德抉擇的一個 已經它是一個很完整的論述 它有很多的判別 到底我要取得 我要為了少數人利益 犧牲少數人利益 達到最多人的利益 還是我需要堅固於考量 還是我要站在公平正義的角度來看 那其實說真的我們求學的過程當中 都不太有這個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我也是從這次開始整理心理師法下修的各個重點我才發現 我需要有一些更精確的脈絡性的思考 那所以為什麼我覺得某程度上我覺得 我還蠻支持研究所成績的心理師出來 因為研究所寫論文看起來是個沒有意義的過程 其實我後來發現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培養我們組織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都是憑我的實務經驗 那其實說真的有時候我根本搞不辛苦在幹嘛 然後我要不斷的try error 就是不斷喔這錯了 好我再算下一招 再錯了又算下一招 可是如果我有一個比較精確的組織能力 我可以開始思考 看我的後設認知的時候 我才可以產出一個 也許我可以傳承的東西給我的下一輩的心理師 否則每一代的心理師永遠都在try error 然後都沒有那個基礎 為什麼我現在還可以勉強做一個傳承 是因為其實有一些 雖然不是很可靠或很有用的理論 但至少我們的文獻其實已經開始在累積了 看這個理論的時候 或看這些文獻可以幫助我們回到實務現場去做一些思考 所以我也覺得其實回到一個比較預防性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始來思考一下 或來培養一下我們如何從一堆資料 還有從一堆論述裡面找到這個核心和脈絡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論辨 不然有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們常常都在各書各話 其實我們兩個人的脈絡根本就不一樣 但脈絡不一樣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跟對方溝通 尤其是如果今天我們要溝通的是立委 像我覺得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剛好有研究過健保點數 我也是研究健保點數的時候我才發現 有人來自商或臨床經理師在醫院工作的體系會不會長這樣 他牽涉到健保制度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這一塊其實我們很難跟立委做對話 因為他關心的東西跟我們都不一樣 但是當我們知道奧克堡是健保點數還有很多很多東西促成 也許立委他們想下修 他們真正的關鍵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才會有一些有力的論點來反駁他 我們才有辦法說清楚我們到底要捍衛是什麼 否則我們永遠在談經理專業 然後立委一直在談市場開放 經濟學跟經理學之間永遠都沒有交集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對話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那請問一下除了剛剛這個議題討論下來之外 其實大家也可以自己有新的提問也可以出來 然後跟大家一起討論 喂